它和猴子、马、猪等等的哺乳类不同 处于食物链的顶端 并且拥有坚定的领地意识 它们会捍卫自己的领地 不受其他猫头鹰侵犯 这种充满使命感的战斗猫头鹰 也被称为战猫 这些猫头鹰也称为肖 它们的羽毛结构会随着季节而变化 在每年入冬之际 会长出更厚的羽毛以保持温暖 由于它们的腮帮子 总是在十月之后就开始增厚 因此也被称为十一月的肖帮 世界上约有两百多种猫头鹰 除了南极州之外 每个大州都有分布 在海拔一千八百米以上的山区森林 就有机会发现它们的踪迹 而评估猫头鹰出现机会的标准 就被称为肖机会 猫头鹰的栖息地 通常是远离地面的巢穴 或是在树洞及岩石的裂缝中 它们会为此多次巡视不同的地点 这种为了寻找合适的巢穴 四处迁徙比较的机具 也被称为肖迁笔机 猫头鹰在吃饱的时候 会在树干上一边休息 一边观察四周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 这个行为就是我们熟知的肖宝观 猫头鹰按照栖息地 还可以再细分成栖息在中国一带的 中国肖 中国肖通常会是 以及栖息在美国一带的 美国肖 虽然眼神看起来很温柔 但可别忘了 它是夜行性的猛禽类 肖在攻击猎物的时候 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以上的速度 这种美丽而凶悍的猛禽 也被称为肖美禽 肖美禽站在树枝上的身影 看起来具备了专业姿势 随时准备初级的它 展现了高度的冷静 充满耐心与决断力 脸部羽毛形成的盘撞构造 可以更好地收集四周的声音 这使它拥有良好的倾听技巧 它和猴子、马、猪等等的 哺乳类不同 处于食物链的顶端 并且拥有坚定的领地意识 它们会捍卫自己的领地 不受其他猫头鹰侵犯 这种充满使命感的战斗猫头鹰 也被称为战猫 这还真是不可思议 在这个森林里 有趣的事情还在持续发生 动物星天频道 我们下集见